美国国防部在官网发布 照片显示 美国海军深蹲舰驱逐舰 4号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 伴随一艘航空母舰 两舰保持一段距离 同时并排航行 美军官兵在操作室监视的对方 虽然美军在照片说明 是以水面目标来形容 这艘航空母舰 但是从照片拍摄日期地点 以及涉事军舰 这个弦号16号来判断 外界说他可能是 前一天穿越宫古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的 大陆解放军航空母舰 辽宁号 而辽宁号这个月3号 和5艘军舰编队 前往西太平洋 其他舰艇分别是 05型驱逐舰南昌号 成都号及太原号 052型这个驱逐舰 成都号跟太原号之外 054A型的护舰黄冈号 还有901型的综合补给舰 呼伦胡号 根据10号拍摄的 这个卫星图片显示 辽宁号和黄岗号 还有呼伦胡号 以及一艘052D型的驱逐舰 前往南海 而另一艘052D型的驱逐舰 及南昌号 则北上台湾海峡 美军在南海的动向 是马金岛号的两栖备战群 上个星期进入了南海之后 和罗斯福号的 航空母舰打击群会师 并且已经组成了远征打击部队 日本冲绳时报报导 冲绳县政府 现在从一名患者身上 验出美国加州发现的 变种病毒株 这是机场检疫以外的 日本国内第一例 冲绳县还新增了 26例感染传染 非常强的N501Y变种病毒 占确诊病例比率快速提高 冲绳县政府表示 冲绳疫情激增的主要原因 就是变种病毒的存在 而当地政府每个星期 会针对有感染N501Y变种病毒 可能的患者来进行检体调查 一直到8号的过去一个星期 调查了83人 其中有大约24.1%的20个人 已经验出了N501Y变种病毒 至于美国变种病毒 是由为在东京的 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进行的基因组分析得知 崇绳县政府现在说 感染患者其实没有 跟有出国史 或者是和美军相关人士 有所接触 日本NHK报导 世卫组织认为 美国加州的变种病毒 有传染力高的可能性 定位是仅次于英国 南非和巴西变种病毒株之后 应该关注的变种病毒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夫婿 菲利普亲王辞世 英国媒体大篇幅报导 10号初刊的每日邮报 更是印制了144页 创下了这个媒体有史以来的记录 每日邮报指出 144页详细报道 菲利普亲王的生平 还有军旅生涯 包括了他在二战旗舰 在前线的一个表现 全英国各地名炮 41响表达悼念 国协的纽西兰澳洲 也有类似的安排 其实这样子的安排 在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过世 以及前首相邱吉尔 在1965年过世的时候 英国都有名炮之哀 这次葬礼 预估是不会以国葬的形式来举行 比起其他过世 王室成员要来的低调 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其实英国政府规定 出席葬礼的人数 不得超过30人 而这个部分 让英国王室现在非常烦恼 应该要邀请哪些人出席呢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将悼念菲利普亲王八天 这个期间不会执行公务 国会也不会通过法律 部分政府事务也会暂时搁置 全国哀悼期同样是八天 代表菲利普亲王葬礼 可能将在17号 在温莎堡的教堂举行 之后在温莎堡的王室墓园 来进行下葬 而后官方 王室的官方会哀悼 可能会再持续30天 而白金汉宫将不会安排公众瞻仰 改为网上设道验策 让民众来签署 现在正逢中英关系陷入低潮的时候 可是大陆央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已经向伊丽莎白二世 致电夜店 对亲王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并且向女王还有家人 致以诚挚慰问 其实在这个菲利普亲王 辞世之后呢 查尔斯王子公开面对媒体 对父亲表达深刻的思念 我们来先听听看这一段访问 朝尔斯同时对世界各地来的悼念呢 表示感谢菲利普亲王葬礼 将在17号举行 现在传出来最新消息是 哈里王子将会参加 但是妻子梅根不会同行 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夫婿 菲利普亲王在9号辞世之后 想骑受99岁 白金汉宫现在说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 将在17号举行 哈里王子将会返国奔丧 但是他的怀孕妻子梅根不会同行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英国军方 以隆重名炮41响的仪式 向菲利普亲王这一位前海军军官 与二战海军英雄致敬 菲利普亲王葬礼计划 原来早就已经规划了 但是受到现在疫情的影响 必须改变 而且同时要缩小规模 白金汉宫表示 葬礼还是会符合 亲王生前的心愿 但是这场皇家葬礼 并不是国葬 会在温莎堡的城内举行 只允许30名的哀悼者来参加 而旅居英国的哈利王子 计划反国奔丧 但是他的怀孕妻子梅根 会是因为怀孕不适合旅行 而不与哈利返回英国